哥哥们精彩故事继续为老哥哥们讲述 上期故事咱们讲到 刘汉带着刘维和唐县兵六丘来天津谈生意 但是你看当天晚上刘汉的由于要和海盛钢铁的老板去陪几个重要的客人 就让刘维带着唐县兵六丘在这个酒吧玩 也就来到了天龙酒吧 那么你看在这个玩的时候 就和当时天津大秋庄少庄种宇超正发生矛盾了 而且刘维拿出枪将宇超正给打了 但并没有用枪打 只是用这个拳都给打了 那么随后刘维带着唐县兵和六丘就回到酒店了 也就回到了凯越大酒店就住起来 那这边这少庄主宇超正被打了 那你还能愿意吗 在大秋庄谁干这个老女的呀 他当然很不愿意了 找了许许多多的兄弟来到天龙酒吧 在找刘维的时候就发现不见了 当天晚上找了许许多多的酒吧 许许多多的低厅也没有找到刘维 他很不服气 回到家里边上就把这个事情跟自己的父亲 那大宇哥说了 大宇哥听说自己的儿子被打了 大宇哥老人的脾气他挺不好 直接就说了就这么点 上天龙酒吧去 问问天龙酒吧老板认不认识 这边这宇超正你看 他都是在酒吧玩的 他能认识吗 外地人到萨兰卡去玩去 他保不起就认识 去问问就这么点 宇超正带着兄弟来到天龙酒吧 就找到了天龙酒吧的老板 问问厌不厌制的几个人 这天龙酒吧的老板 昨天晚上打仗的时候他不在 但是他回头也听员工说了 就说海胜钢铁介绍的几个朋友 在这块把这个宇超正给打了 那个时候他也不敢瞒着宇超正 就跟他说了 这几个人我不认识 但是他们是海胜钢铁老板接受来的 好像是来谈生意的 回去之后宇超正把这个事就跟他爹说了 说这几个人是个四川人 来和海胜钢铁老板谈生意的 大宇哥一听和海胜钢铁谈生意的 对啊我知道了 随后大宇哥把电话打给海胜钢铁的老板 李海胜了 李海胜就接了 大宇哥 海胜 最近挺好呗 还行大宇哥 怎么的了 天机没有商人了吗 要和四川人做买卖 大宇哥 也是朋友介绍的 怎么的了 你这样吗 别和他合作了 你要是跟他合作呀 大丘庄马上就动之和你的合同 别的大宇哥呀 我全职大丘庄活着呢 你知道就行 你要是知道啊 就不要和这种四川人合作了 大宇哥 那怎么回事呢 你不用说了 让这个四川的老板呢 给我回个电话吧 那好好 好 在天津 也没人敢 敢有个大宇哥呀 那李海胜 那就指着 这个天津大丘庄的厂子活着你 没办法 李海胜啊 把这个事啊 就跟这个刘翰说了 说刘董事长啊 你看咱们合作不了了 这刘翰这边一看 不是啊 李老板 你看咱们到老板 从四川来的 这谈的都挺好的 你怎么说不合作 就不合作了呢 兄弟啊 你怎么会惹上大丘庄了呢 这刘翰也不知道 刘维昨天晚上 给大丘庄庄的少庄主 那宇超胜给打了 他根本不知道 这什么事 不是啊 李老板 你这说什么呢 什么大丘庄 你没惹大宇哥吗 谁是大宇哥 我根本就不认识 行了 你要是没惹啊 那就是你手底下的兄弟惹的 你问问咋回事 那惹了大丘庄庄的人呢 咱这买卖就干不了了 那说不定啊 那一句话 我的企业啊 在天津呢 那都生存不了了 这刘翰你看 行了我知道了 这刘翰也想到了 可能是自己的兄弟刘维啊 他惹祸了 这刘翰呢 回家就把刘维叫过来了 你们几个昨天晚上 在酒吧玩 是不是惹祸了 刘维说啊 有一个小子 跟这个唐县兵 他俩七八八的 唐县兵斗他女朋友了 他跟唐县兵的 俩八粮 让我们几个也揍了 刘翰说 你惹祸了你知道不 怎么去了 那人呢 挺有实力的 现在海盛钢铁 不跟咱们合作了 行了 你们几个这两天 不要出门了 消消停停的 在家待一会儿 我出门办点事 这刘翰呢 再次来到海盛钢铁的老板 就跟他说了 你看你有没有 大球庄老板的电话 我给他回个电话 咱不行给他道个线呗 说那行 回手刘翰把电话 就打给大宇哥了 大宇哥就接了 哎你好 哎你好 是这个大球庄的大宇哥吗 你谁啊 我是汉龙集团的刘翰 昨天晚上啊 我有两个小兄弟 你看你 在这个酒吧玩的时候啊 和你的公子 发生点矛盾 你看咱方便见一面 把这个人说一说 我要我们兄弟啊 给你道点歉 不是因为买卖做不成了 来给我道歉吧 不是 哎你看刘翰呢 头一回这么低气 那行 你要是愿意的话 在这个凯月的酒店 咱们见一面吧 行行 这凯月酒店呢 正是刘翰入住的酒店 当天晚上刘翰摆了一桌 并且告诉 这个刘维他们 一会大宇哥他们来了之后啊 说啥你别吱声 咱们把买卖干成了 这笔买卖呀 可是一笔不小的买卖 能赚不少钱呢 那你看刘翰他们在这等大宇哥 大宇哥带着宇超正带着几个打手 那可就来了 当天晚上会发生怎样的故事呢 大宇哥有没有放过刘维呢 咱们呢 下集给你讲述 故事嘎嘎精彩 给老弟 红心怼满